台湾民意基金会做的民调 在六都当中前三名出炉了 No.1 侯友宜 No.2 柯文哲 然后第三名是陈其迈 你有没有发现很奇怪 哪里的确诊最多 侯友宜 第二名哪里 柯文哲 但是他们两个一个第一名 一个第二名 反而是确诊数比较少的是高雄 他是落后前两位 所以大家就看得到 就是台湾民意基金会 其实是偏绿的嘛 他们做出的民调 一般被认为是比较中性 比较有可信度 你就可以看得出台湾民众的看法 台湾民众是脑袋清楚的 他不会就看到这个数字之后 就觉得你做得不好 但是当然在政治上操作 还是要操作 毕竟有数字就可以操作 所以我们看到陈其迈又震怒了 他很会震怒 上次有没有 他发明的什么余美丁的打法 对不对 在高雄巨蛋里面那种打法 他还很自豪 说我不要叫余美丁 余美丁是日本创的 他叫做打狗快打 我们一听他打狗 你把长辈当狗嘛 因为高雄的最早地名叫打狗 打狗快打 高雄是独创 他比日本还要进步 就一去看傻眼 群聚挤得一大糊涂 老人家等很久 他在现场震怒 标他的局处首长 打小孩给别人看 事后还发了新闻稿 发新闻稿给别人看 我在家里面打小孩 所以这个部分 让大家觉得很奇怪 那么他又震怒了 他要怒什么呢 他要很生气的是 新北市的疫调不实 因为恩主公的医院 我们看到这个病例 据说跑到了高雄去 恩主公医院也反驳 说是按照CDC的规范来匡列 主要是匡列 我们看到到高雄的这个病例 他是患者隔壁的隔壁的病房 隔壁的隔壁 按照CDC的匡列 并没有在这个匡列当中 而且说实在的 因为疫情是去年爆发 这个CDC的匡列的准则 是在去年1月定的 去年1月的时候 陈其迈是什么 他不是高雄市长 他是行政院副院长 也就是说你应该清楚 这匡列的准则 但是你今天好像完全不清楚状况 就立刻开始开骂 然后6月22号 我们时间往前一天推 在他高调震怒的前一天 他的记者会 非常突兀的撂下一句 我非常非常非常担心 双北的疫调 三个非常 那就是真的非常了 遭到质疑 超前铺陈 这个气氛是在为这一天铺陈吗 因为他在讲三个非常的时候 大家有点懵了 你知道吗 你管好你的高雄就好了 你干嘛去管人家台北 他还来三个非常 就搞了半天 第二天他要讲这个了 但是呢 要不要再往前看 再往前看 你就会看到 你就会觉得 实在是 6月12号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 云林六庆有一个员工吗 6月9号跑回高雄去 11号就医之后确诊 很生气呀 这个账算谁的 算他高雄的 我才不要了 他同栋宿舍 142名员工 也折返高雄过端午 结果他怎么做呢 你看到够狠 6月12号 在高雄市府的要求之下 游览车 把这142人 全部载回云林去快筛 丢包给云林 你不要来 只要有确诊可能的 全部包过去 当时媒体就痛批 你这142人说实在的 有人可能是阴性 有人阳性 你偷偷游览车 密闭空间 快筛进去 你是希望他们全部阳性吗 当时我还看到 高雄还解释 没有没有没有 在游览车里面 我们有梅花座 所长我看到你再摇头了 这个做法你觉得是什么 是同岛移命吗 有确定的 通通不要来 我告诉你 通通丢回去 对啊 而且我们就一直说 空气传播嘛 所以我觉得这些人真的是 我 哎呀 在指挥中心光是学一个 这个检验 就学了那么久 一年多才终于慢慢知道 检验之后 好了 那空气传播这件事情 也不知道讲多久 他去年那个俄罗斯舞团 进来在密闭空间 在那边滴滴踏踏踏 我们就说那很危险 因为那时候 大家就已经确认有空气传播 今年五月已经确定说 在变种病毒的话 空气传播根本就是 重要性远比大家知道的还要高 就害了这样一整量把他 只是为了把他载离高雄 所以同岛一命啊 只是说说而已啊 都在骗其他这些人 那这个真的是 没有立即处理 然后这样子 长时间再一个 而且那是一个蛮小的密闭空间 其实是非常不好啦 那其实我的感觉就是说 陈市长他得失心实在是太重了 那刚刚讲到这几件事情 其实包括疫调 我们也在五月中的时候也讲了 指挥中心一直到现在 那个疫调的范围都没有调整 没有根据空气传播的事实来调整 所以都是什么面对面啊 然后近距离啦 然后要相处多久以上又干嘛的 这本来就会漏很多 这第一点 就像秀芳讲的 这个疫调本来就是一个 老口口的疫调都没有更新 早就知道会漏很多了 第二个 第二个不是一月份不逃 不就是这样啊 医院里面的病人 给他出院 他就有可能去别 那时候就有另外一家医院倒霉嘛 这早就都知道了 第三个人家双北喔 两个市长不同政党喔 人家这么样的辛苦 然后首当其冲喔 处理了这么长的时间 并肩作战耶 然后呢 新竹县市跟苗栗县 并肩作战 我觉得麦麦 你做过行政院副院长的人 现在不然还以为 你在当副院长 然后都在指责地方政府 麻烦展现一下 你的这个同岛一命 你有没有能力 不要说年轻气盛 你有没有那样的一个 像双北的市长 这样的一个泱泱大度 能够跟别人一起来合作 而且人家 人家灾情迷离惨重 人家都能够轻到现在这样 你发生的这种东西 都已经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了 你还在那边大惊小怪 我觉得这样都不好 甚至于也有人说 这病人发烧了 然后怎么样 他们先前虽然就一般性的 这样子的快塞 但是后来发烧 后面的处理也没有很及时 所以我觉得 要把这种得失心放下 每个人都可以去怪别人 那我们大家也都很怪 不就是三加十一嘛 对不对 但现在是处理疫情的时候 处理疫情 民众要看到的 是县市长 第一个 你见急履急 你头脑非常的清晰 你的动作非常的迅速有效 第二个 你要能够跟人家来合作 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非常需要看到 头脑移民 不要只是说说而已 是我们特别知道 这个恩主公 恩主公医院 它是一个私人医院 它并不是新北市卫生局 直接经营嘛 那你们高雄呢 它昨天出现了久确诊 所以陈其脉震怒嘛 它这个箭就射向了这个新北 你新北没有管好 但也很特别 说实在都是六都 你去骂人家侯友宜 侯友宜的票比你多 对不对 这感觉怎样 你还觉得你自己是 行政院副院长吗 所以他一骂新北市说 你几票 侯友宜几票 要不来算一算 另外呢 林又昌也没闲着 林又昌的箭呢 就射向了这个柯文哲 我觉得这个射的也是有点 这个糊里糊涂 很多人说他搞不清楚状况 因为呢 他说基隆有两例确诊 是北农的员工 他骂柯文哲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柯文哲呢 根本懒得理他 由这个发言人出来回呛 发言人就够了 发言人陈志涵说什么呢 说拜托你林又昌 疫调权呢 是限这个群聚的居住地的地方 政府来疫调 你林又昌呢 要这个台北市来疫调 你是一个搞不清楚吗 然后呢 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网友的意见 在讲这两个人当然啦 这个林又昌先放一旁 主要焦点还是在陈其迈 大家知道因为 郑文灿太子爷 本来人家是第一把交椅 但是因为诺夫特三加十一 受伤很重 所以现在呢 有一点点风声说 可能要换太子 或者是二太子 二太子陈其迈 现在一股风向的 要把他捧起来 那么网友的留言说 民调第三名打第一名 你第三名跑去打第一名 来蹭声量吗 还有人说你只会推给别人 看看双北的首长会这样吗 民调很清楚 民意支持谁 民众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还有一个很重要 高雄的疫调数字 怎么不公布呢 我要请教一下 线上的龙界线 龙界线 你很懂民进党 你最懂民进党了 你又在南部 我问你一下 这两出在演什么 这是这样 你刚刚讲到大阿哥已经挂了 但是二倍热要上来 没那么容易 没那么简单 但今天你吃没有三杯硬材 就想要准备一天 不用来这一堂 你这垃圾的心态 你这为什么呢 死死倒又不用死病倒 所以这个人就贴了 这是阴甘老的心态 在帮他们老板 带带都同样 今天你看看 他很有表演 现在出事的时候 在那些住宅 有没有 在那些大厚的住宅 去到那边 震怒 带怒 人又报出 新闻等出 你是在开网头一堂的 你啦 第一个就是 你没有砂盘推 你没有事先准备 侯友营要开罵吗 不要 他会群聚打针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他独占的时候 已经事先就是砂盘推 然后局处长 分开的 你负责怎么负责怎么 现场就会有条不问 事情能办得好 所以侯友营 你就可以看到说 他做到老板 但是市民 跟俄罗公 他不会分担 你等起来 你就是 按来切记 都在那些乡公围格 所以等会有事情的时候 没有分担来 整站到台队 这个台北发生的 他不知道说 那个厚子在高雄 是在逛行上班 这个 这个厚子 他在文書公平的时钟 是 隔壁的隔壁 这个厚子的 这个厚子到什么程度 他的新闻 有什么 跟谁隔壁 实在说 隔壁的隔壁 如果我们在草帝里就知道 隔壁两间 我们也是说隔壁 我刚才在 署长他们对面 那个厚家 厚一条隔壁 也说那我们隔壁 他做署长嘛 他做署长我们有民宿嘛 没有那我们隔壁 这样 所以 我们那平方的隔壁 本来就不用匡论 他就说 这你看 疫调哦 没有公布 没有通知我高雄 你是在偷偷抢人 通知指挥中心 什么 有限制 通知限制的吗 没有啊 SOP就这样 SOP是在中的 他也是在中的 所以 他这篇是什么 真厉害 专业条件 因为 他跟高雄市这两个 六都 准备 就是要专业 用的 因为今天这次他做得不好 我非常非常非常怀疑 高雄有很多隐藏的确诊病例 为什么 六都啊 只有高雄市没有快篩 我们台南都有哦 黄伟泽为什么六都的防疫民调会那么低 因为第一个 他做一些逆时钟 他不敢讲 他不敢挑战 他今天如果像我这样逆时钟在打 他民调可能六都就 台地山就是他 他不是啊 所以 他民调不败 但是他做的是一些政策 有病例来了 我们赶快快篩 把那个确诊的人 拆出来 台南就能够归零嘛 高雄不是啊 全部往外推 推推推 推到都是嘴皮头 哎 买心一堂嘴皮头就对了 买心拐大嘴皮头 买心拐大嘴皮 就像这种 全体卖 都在台北新北 现在是什么 我们叫做同岛移民 你不知道说在台北 到新北 山北确诊 他们两个官市中 两个市中在照顾那些人 我跟你说 那很多人涉及在台南高雄 其实他们是北漂去奋斗 但有的人甚至户籍都还在南部 但是确诊 人家有跟你说 你保证在台南 你回去回去 山北冬 没有 赶快收治 赶快治疗 现场赶快作战 敌人是病毒 今天你断旗 你做这起来说 让他们看不看 咖啡 哪有鬼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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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为中要专业 你穿这个 蜡蜡蜡就行出来 没猜说过去 还跟你说 你这暖男 他们真的 不错 落算的时候 发表那条例说了不错 结果你还是没办法 改买过来 鸟 吃车的就吃车的 鸟的小孩 不会改作吃台 你不可以对你老爸 那个专业最好 记住 你这条不应用 就应用了你会漏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